LITTLE BOX 西游记 五十九 害怕的村民 我们能休息一会儿吗? 一天,八戒嘟囔着说 山路很长, 他们已经走了一个早上了 我的腿都疼了 八戒大叫 我们过一会儿就休息 唐僧说 走着走着, 他们听到了流水声 那声音越来越大 前面好像有条河 雾镜说 他们绕过一个小山 不一会儿, 他们就到了河边 我们怎么过河呢? 唐僧说 他太宽了, 我都看不到对岸 悟空跳到空中, 四处看了看 附近有个村子 他说 那里可能会有船 他们走进了村子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几个村民躲在门窗后面 来自东土大堂 我们要去西天取经 男人放松了一点 是这样啊 我们需要坐船过河 八戒说 我没有船 男人说 村子里有人可能有船 请跟我来 我给你们泡点茶 你们可以叫我老陈 唐僧他们跟着老陈回了家 他们在屋子里坐了下来 老陈开始烧水泡茶 为什么村民们看上去 都是很害怕的样子 唐僧问 老陈叹了口气坐下了 他哭了起来 老陈 唐僧说 你怎么了 是我说错话了吗 不是 老陈一边哭一边说 这村子里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 几年前 有个可怕的妖怪来到这里 他一直都对我们不好 现在情况更坏了 我们每年要献给他一个孩子 如果我们不照做 他就会毁了我们整个村子 明天早上 我就必须 必须把我的儿子献出去 老陈又开始大哭起来 悟空大笑 唐僧瞪着悟空 悟空 你为什么笑 八戒摇摇头 他很残忍 师父 你念锦箍咒吧 嘿嘿 不用把孩子献出去 悟空笑着说 他转身对老陈说 我不是在笑你 老陈 我是笑你很幸运 今天是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一天 老陈仰起了眉毛问 为什么 你可能从没听说过我 悟空说 我是美猴王孙悟空 我曾打败过玉帝的天兵天将 明天我救你的儿子 你是神仙吗 老陈问 对 我是非常厉害的神仙 悟空说 把你的儿子带来 我要看看他 老陈出去了 不一会儿 他带来了一个小男孩 这是我的儿子 老陈说 悟空绕着小男孩走了一圈 仔细看了看 最后悟空交叉着双臂说 我有办法了 第二天一早 小男孩爬上了一个布链 四个村民抬着布链 走到了河边 他们把布链放在了地上 然后就跑了 一切都很安静 小男孩一个人坐在布链上 突然 河面出现了一团黑云 云中出现一个长得很凶的妖怪 他的牙很尖 小男孩朝着妖怪笑了笑 你好呀 你好呀 小男孩吃饭了 小男孩的凶狗